冲动是魔鬼 所以说现在我很理性 非常理性 整天吹牛 你要觉得我吹牛 你就去大两三看一下 看一下是不是这样 比如说我现在按照你们的要求去做 极花性格和月月差不多 月月那讲什么 那那那那那我我我我想不住 他这种得找个找一个啊 能治得了他的我治不了他 就说实话 月月这种 声音怎么不同步了 卡吗 喂喂喂喂喂喂喂 月月在直播间 他在直播间吗 他在直播间我也不怕他 我我说实话 咱们得找一个同频的 他那种他得得找一个能想得住他的 夜总想找几点这种类型的 我其实我也想想找这样的家人们 说实话 对他是小 但是 永儿阿姨说的对 他是小小小姑娘 咱们没必要跟他去计较 知道吧 他是小小女生小女孩小妹妹 我们当叔叔的 啊没必要跟他计较 我大了他一十多岁 大娘三有美女 你们去看一下啊 你们说大娘三有美女的 你们自己去看一下 到底有没有美女 反正我是欢迎小爱 我是没看到啊 家人们 我说实话有一说一 我去了一趟 我真没看到 又开始演戏了 我讲什么 我讲讲我去 声音很小 不是 你就怕月月 现在声音小微小家人们 我去大娘三 我确实看到的就是大妈呀 那些天天偶遇美女的在哪里 那些偶遇美女的我就没遇到 我说的是实话 我去了一趟 我真没遇到 而且最近大娘三天气很热 纸外线很强 这是我去过后 我都受不了 要看你的运气 几年遇到你这样子早就跑了 约约这种女孩子你顺着她 我顺 我顺不了一点 我说实话 顺不了一点 我顺着她 她就会更嚣张 其实很多时候就是理性一些 我觉得没什么 没什么坏 坏 坏处 感谢 恭喜 5524254 月月我降不住 家人们你们就不要去乱点这个鸳鸯谱了 月月我降不住 就给家人们说我降不住 这种的话一般的人声音 你要叫她嫁给你 反正那么又划不来 家人们晚上好 家人们晚上好 想这就是永远 你的改变我都没有发现 你去做和尚 人品好不好 不是一个人两个人说的算 我你们打击我 说实话 我也不担心 我我现在已经回到了我正常的生活里面了 我现在已经回到我正常的生活轨迹 每天很舒服 家人们每天都很好 每天都很充实 每天我工作十几个小时回家 洗个树一下 倒床就睡 睡不着 在群里面给家人们聊聊天 我觉得蛮好 挺美的 啊 实在睡不着 我就喝点八加一 就睡着了 第二天起来 好好的工作 我觉得挺好的呀 我每天工作十多个小时 我每天我我我没有吃早饭的习惯 我每天 9点钟起床 洗漱一下9点半准时炒股 知道吗 我每天 我觉得我的生活很充实了 现在很充实 家人们 你们知道吗 就是每天知道自己要干什么 感谢我姐 感谢送来的粉丝灯牌 你这样一个人过没有意思 如果遇不到有趣的灵魂 同频的人 说实话 我宁可一个人 我觉得这样也蛮好的 在公司里面我泡壶茶 对不对 不挺好吗 我就是简简单单的 我坚勋的四字真言 大道质简知道吧 大道质简来打在共鸣上 大道质简 我就坚勋一个词语四个字 大道质简 越复杂的东西 越不是我想要的 对大道质简 再也感觉不到你的出现 我就觉得就是这样 大道质简 不过是颠覆你的空缺 看不到花开的季节 把所有人情 满餐在这冰冷血液 口心和声音刚刚 刚刚可能有人给我打了打了电话 然后把我手机弄卡了 就这样先这样播这吧 大刀砍头 不合适月 月月不行 月月不行 家人们你们不要乱点鸳鸯谱 你们不要乱点鸳鸯谱 你们不要乱点鸳鸯 我 感谢贝贝多多 我要摊上月月 我就完蛋了 我说实话 你们不要乱点鸳鸯谱 不要每次我身边 你们不要每次 你们不要每次 我身边出现个女孩子 你们就得觉得我该跟她怎么样 那不行 那不行 家人们 作为老板 为什么玩弄 我有玩弄她吗 家人们 我为她付出了多少 感觉不到你成小是不是抛弃 我连乌芝墨 其实家人们 其实我觉得乌芝墨其实也挺不容易的 知道吧 只是小冬 有些时候我不是想说 其实咱们直播间也有她 她的粉丝 家人们 你们不要来我直播间问乌芝墨的事情 其实乌芝墨挺不容易的 只是有些时候 是吧 是吧 家人们你们能不能懂 只是小冬有些时候做事情 他好像把乌芝墨抛弃了 对他他把乌芝墨抛弃了 他们两个也不能够在一起 因为 因为你们也看到了他老陈小冬有老婆的那老婆天天黑黑了一年多 本来我觉得陈小冬人挺不错的 但是呢 但是呢后面看这些事情过后 我觉得他处理这些问题属实处理的 不咋地 家人们 有粉丝在这里问 没事我不提了不提了 在他面前 乌芝墨乌芝墨挺好的 其实当时我也有咱们以前的粉丝也知道 我也想 我也想去帮帮乌芝墨 其实乌芝墨人真的挺好的 我特别想当时也是特别想帮助他 乌芝墨真的能特别好能干 那打笋子 背水泥 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到过他以前的视频 我是看到过 背着我的温柔下的一面 又有格局 不知 我以前跟小冬说实话 家人们你们我说实话 我以前跟小冬也认识 其实有些人在小冬直播间 乌芝墨才是一个好姑娘 家人们乌芝墨才是一个好姑娘 其实有些人认识我 就是以前我帮过乌芝墨 帮过小冬 乌芝墨太善良了 确实是这样 确实是这样 我觉得乌芝墨特别好 但是可惜也是没有遇到一个对的人 只能说没得遇到对的人 到现在我们认识你 我知道你们认识我 认识 从小冬直播间认识我的家人们 打个一 我看有多少人 从小冬直播间里面认识我 关注我的打个一 我看看有多少人 就是有些时候 从小冬直播间关注我认识我的打个一 乌芝墨是个离婚的女人 家人们 你当时的网名叫莫少 对 我当时的网名叫莫少 当时我其实 我也当时我也玩抖音 你们也看了我的这个等级 我刷了 我在抖音上面也刷了几十万 没少支持一些比较 我觉得 我觉得那个啥比较好的人 我也没少支持 当时也没少支持小冬 也没少支持乌芝墨 后面发生了那些事情 然后 我当时我也出来说过几句话 后面就没播了 你还有一个9岁的女儿 你们那你们就是乱说了 那你们就是乱说的 那你们就是乱说的 只是后面 你看后面发展的那些事情 后面我也不想去参与 然后我也就没有直播了 就是乌芝墨还是 一直都是属于受害者 乌芝墨一直都是属于受害者 因为在某些事情上面 那谁处理的不是很恰当 就是我是这么认为的 处理的不是很恰当 对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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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我就不我就不读出来了 我就不读出来了 就是有些东西 对我觉得没把事情处理好 看不到花开你的积极 把所有热情 满藏在这冰冷血 以前永儿你知不知道 你是从什么时候关注我的 以前我觉得我跟乌芝墨他们关系挺好的 以前我跟乌芝墨他们关系挺好的 不是说关我什么事情 就是以前我跟乌芝墨他们关系还是挺好的 是好人就是好不好人 没事 没事就是我我希望大家都好 其实以前我跟乌芝墨关系挺好的 风之美少年 对以前就关注了 其实我以前跟乌芝墨关系挺好的 后面就是怕添麻烦 你多帮帮乌芝墨 只要有需要啊 我能够帮得着的 我会一直帮他 我会一直帮他 我们不说坏人 咱不说别人的坏事 家人们咱们不说 你就想过牛亮 我我说实话 我跟他们之前关系处的挺好的 我跟小冬也有合作 所以说我也不想去说太多的这些话 知道吧 我们不说别人的坏话 只是理性客观的 对我们没有去说什么 我觉得我跟乌芝墨 我们那时候其实挺好的 因为都在乐山 然后有有过合作 有过合作 有过一点点的合作 我只是比较客观的去看待这些事情 所以过去的事情就不说了 都是坏男人 感觉不到你的出现 我们不说别人的不好 我我只是说我我 你们如果有来我直播间 今天我上午还是什么 有人在直播间老提小冬 老提乌芝墨 我跟小冬是好朋友 对吧 小冬也来了 我跟小冬是好朋友 对吧小冬 我们其实我们以前有过合作是好朋友 只是说没有互相去打扰 你什么意思 我说我们 我说我们以前是好朋友对不对 我说我们以前认识 其实以前认识是好朋友 对乌芝墨是好姑娘 我没说你坏话呀 我没说你坏话 你你不要误会 我没说你坏话 我没说你坏话 我说我们是好朋友 你我想一位 人风清吹 我的我也知道就是 嗯 经常开直播 你也来经常来我直播间 你的改变 穿帮了 我粉丝录屏给我看了 我没有说别人坏话 我说乌芝墨挺好的 我说乌芝墨挺好的 我们以前也是好朋友 我说我跟你一直也是 好朋友 你连我 你你生气吗 你生气 我说的是好朋友 你自己的出现 我把你自己的出现 还记得那 你你你生气 你我说的是好朋友 我们大家都是好朋友 我说我不想给大家 哎一种 等一下我把我这个 一种 音乐关一下 哎 啥啥意思啊 你刚刚你刚刚说的话什么意思呀 没有没有 你不要去让粉丝带节奏了 知道吧 我说我们是好朋友 我粉丝不可能乱带节奏的 你刚刚说什么 我这么跟错了人 你你在说我什么呢 没有没有 没有说跟错了 你觉得我这个人不行 还是你觉得我这个朋友不行 啊这回事 没有这回事 不是我觉得啊 以前我们两个哎 以前我陈小冬哎 有钱有公司的时候是吧 咱们都是好兄弟 哎现在我不行了 你不能落井下石呀是吧 没有这回事 你看你刚刚 你刚刚在直播间里面说你说哎 乌芝莫跟错了人 乌芝莫是好人 哎怎么怎么的 你这些话你怎么怎么能说得出口呢 至少我们都是认识的人 我我没有说过你跟错了人 没有说过 没有说乌芝莫跟错了人 家人们咱们直播间 一千多两千人在直播间呢 能给我作证 我没有这么说过 你不要在这里跟我扯 你要不要 要不要我把刚刚那个粉丝发给我的录屏发给你看一下 咱俩都是有微信的 我可以发到你微信上面 没事 咱们好好相处就是你 你不要被被一些黑粉带节奏 咱们直播间这么多人能够做到吧 你在直播间里面确实是说了这些话呀 就是你你不要去被带节奏 你因为我什么都没讲 我说我们大家都是好朋友认识 我就只讲了这个 你刚刚说的是以前我们是好朋友 你没有提我们现在是好朋友 虽然我们有一说一马小冬 我们之前也有合作过 为什么后面我们没有联系了 你也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 我也知道发生了什么 那后面 对吧 我后面没合作是因为我陈晓冬没有 没有能力了呗 没有能力跟你这个 你不要去带这样的节奏 就是你不要带这样的节奏 其实 以前我们觉得关系大家都处的挺好的 是吧 不是我我只是觉得我现在 我现在落魄了 没有没有这个 没有这个 能跟你合作的机会 但是我觉得你不应该在直播间里面说我 对不对 哎至少我们大家都是乐山的 对不对 但是大家都是从事这个电商 哎 从事这个互联网这个行业的 但是你在直播间里面 你说我就是你的不对 你知道吗 我不会说任何人的坏话 以前我以前我陈晓冬 我好的时候我也帮了你不少 对不对 我知道 所以说我说我们是好朋友 现在不行了 然后你在你就在这里落井向石 我我在直播间一直讲 我们是好朋友 我说我特别喜欢乌芝末 你在直播间一直在讲 我知道吗 老板对乌芝末是一个很好的 乌芝末是一个很好的姑娘 不错 家人吗 我也非常认可乌芝末 因为我认可乌芝末 所以说我才跟乌芝末合作的 对不对 但是你刚刚说乌芝末选错了人 你是说他选错了我还是说 啥意思呢 不是 你看看谁给你发的这些东西 我希望小冬 谁跟我发的 你经常你也来我直播间 我也经常去你的直播间 我们没有任何的矛盾 知道吧 我觉得你对我是不是有什么误会啊 不是小冬 我我我这么跟你说吧 就是为什么要你说上来年迈 我也让你上来年迈 咱们那我们以前也是好朋友 你先听我说一种 一种你听我说 你说乌芝末选错了人 那我能不能理解成阿子跟着你阿子也选错了人呢 咱咱们这句话怎么咱们能不能这么讲 阿子也是一个很好的女孩呀 很朴实很善良呀 就跟乌芝末一样的呀 你既然说我的不是了 那你那你那你啊 那你一种是不是也是也是这样子的人呢 不是小冬 就是有有什么事情要不这样 小冬有什么事情我们下来说 咱们直播间这么多人 啊下来说你觉得怎么样 下来说直播间家人吗 在这里就当着他们的面说就行了 我在直播间里面我从来没有提供你吧 是吧 我也没有从来没有说过你一句或一句一句什么话吧 对吧 但是你来不来 人家乌芝末都没有说我怎么怎么样 你怎么就你怎么就说我怎么怎么样了呢 我们 你这么大个老板对不对 这么多这么多家公司 十多家公司 你这么大的一个老板在这里直播 然后再说一个人 你觉得 你再有钱有什么用呢 你实力再大有什么用呢 我跟你说做互联网也好 还是做什么也好 做事情之前先把人做好 小冬你有什么误会 我说了咱们以前也关心那么好 是吧 你看后面虽然说咱们没合作了 咱也没有似乎说了吗 是以前关系好的吗 你都说了吗 只是以前的关系好 没有说现在的关系好 来我问你啊 那个一总 以前的话我们两个互帮互助对不对 哎我当初也帮了你不少 你你也你当初也帮了我不少 但是我陈小冬我现在破产之后 你有给我 你有给我发过一条消息吗 啊 然后现在又在直播间里面说哎 吴之墨选错了人 吴之墨怎么就选错了人 我是坑了吴之墨还是利用了吴之墨 还是咋的了 我哪个地方让你看不顺眼了 你你你先别生气 你一会你把那个什么 不平发给我看一下 我就这么说吧 我就这么说吧 一总 如果你觉得吴之墨 跟着我他选策了选错了人 那我也可以这么认为 阿子跟着你 阿子也选错了人 你有钱有什么用呢 是吧 你人都没有做好 我说做人之前先把人品做好 在直播间里面讲的多好听 都没有没有用 真真实实的去对对一个人好 这才是最有用的 我知道我今天来你直播间 你年这个麦 可能你很多你的你的铁粉 你的粉丝都会来攻击我 但是没事 懂了不 因为我称小冬光明磊落 我虽然哎 确实你刚刚在直播间里面也提到了 你说我称小冬啊 就是什么那个都自己的自己的事情 都没有处理好 哎 你的意思是我自己的处理 自己的事情都还没有处理好 然后我再去接鸡屋之墨 是这个意思吗 我不是这个意思 我不是这个意思 没有带有半点攻击你的意思 那我问你你什么意思 你说 你什么意思 首先啊 就是咱们 咱们就 我也不想不想在直播间里面 给粉丝讲 我们以前是什么 什么多好的关系 对吧 后面为什么我们没有联系了 我也不去讲 你其实你知道 我也知道 咱们就不要去讲了 咱们不要在直播间传递负能量 然后呢 今天这个事 是粉丝在直播间里面去讲 然后我顺嘴 读了一读 读了一下粉丝说的这些话 然后我就说 我说我挺喜欢 乌兹末的 乌兹末人 咱们怎么说的啊 很老实 你先听我说 你先听我说啊 咱们都是 过来人吧 咱们都是做过事情的人 咱们也是真真实实 要干事情的人 对吧 作为一个有社会愿力的一个人 怎么可能直播间 家人们提 提一句话 或者怎么样 难道你就那么好容易被挑拨离间吗 难道阿子你们两个分开 也是直播间 家人们挑拨的离间吗 有些事情啊 就是有些事情 不是你想的那样 你听我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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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你心里面没有这些话 直播间家人们再怎么挑拨离间 你也不可能说出来这样的话 懂了吗 所以说你 一种觉得是对我有一些 什么样的意见的 如果你对我有什么意见 你直接给我提出来就行了 没有必要就是在直播间里面 在这个直播间里面说我 然后 怎么的对吧 毕竟你也是一个大老板 这样子也混你的形象 是不是 有些东西 有些东西 有些东西是不是这个道理 我觉得我们没必要搞一些误会 就像我觉得 有一个词语 是这么讲的 完全我们都可以优雅的退场 你看我们之前虽然有合作也那么 之前也关系那么好 后面对不对 大家没有合作了 大家也没有太多的去 去讲这些 有的没的 谁对谁错 咱们都没有讲 大家和气 身材 今天晚上 我也不知道 我我我我记得我没有说什么 我我一直在夸你夸乌兹末 今天晚上我一直都在夸你和夸乌兹末 我说乌兹末人特别好 我就问你啊 反正咱们咱们都是做过直播的人 我就问一下直播间 你直播间的这一家人 刚刚啊 这个易总有没有在直播间里面说 乌兹末他选错了人 他跟错了人 他选错了人 有没有说过这句话 来说说过这句话呢 你们给我扣一下一 没有说过吗 你们给我扣一下一 咱们真真实实的去讲这个事情 我跟你说 我陈晓冬虽然 从农村里面出来的 但是呢 我也不是乱讲话的人 如果我没有听到 我绝对不可能 来你直播间里面跟你联系 毕竟咱们以前也是合作过的是吧 我直播间这么多人 肯定没说过 你你我希望你能够什么 就是不要生气 可能可能有人给你带节奏 没有说过那直播间 如果没有说过那直播间现在扣一的人 难道是他们听错了 那难道是他们耳朵有问题吗 还是人皮有问题 啊 家人们我刚刚说过是你一种人 家人们我我刚说过 乌兹末选错了人吗 家人们人品问题 还是我从小多人品有问题 家人们我刚说过 乌兹末 乌兹末选错了人吗 我你们你们你们 你们认认真正的 在直播间呆着的粉丝 咱们外面聊粉丝 咱就不要来带带带个节奏 到时候让我跟陈晓东 然后 吵架 其实我跟他 我跟陈晓东从来没吵过 我觉得从来都没吵过 我们认识有一年多了吧 小冬 我也送你一句话吧 一种 一种我也送你一句话吧 如果乌兹末 他跟着我 他是选错了 那阿子跟跟着你 那就是大错特错 我希望你知道不 我希望你咱们 你阿子离开你绝对是对的 我支持阿子离开你 因为你这么大个老板 是吧 然后呢 在直播间里面说出这样的话 足以证明你的人品 阿子跟乌兹末一样 都是从大大山里面出来的 都是从大大凉山出来的 他们没有什么 世面啊 没有见过什么世面 没有文化 哎 可能就是对于你我来说 可能我们一句话就能带骗他们 是吧 但是我 陈小冬 我一直以来都是真诚的去对待 吴之末 从来没有骗过吴之末 是吧 我从 我把吴之末从大厂里面带出来 哪怕我陈小冬现在穿业失败了 哪怕现在垮死了 我照样把吴之末留在城里面 因为我不想让吴之末跟着我一起受苦受累 而你是怎么对待阿子的呢 你们的直播你们的视频 平常我也在看 我问你你怎么对待他的 啊 我跟阿子的事情你就不 我跟你说你认识阿子 应该是应该你感到荣系知道吧 然后你骗了人家的感情 现在就把别人丢了 是这个意思吗 我跟阿子的事情你就就不要不要操心 好吧 就是我们本来以前也是好兄弟 那我问你一种你闭嘴 来我跟你说 那既然阿子你们俩的事情我不能说 那你凭什么在直播间里面说我跟吴之末的事情呢 你凭什么说我成小冬人不对呢 你先冷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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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吧 不用冷静我跟你说 就先这样子惯了啊 这就这样子惯了 我现在在老家 我最近身体有点不好 然后再做鸣戏 咱们要么就现下 咱们要么就现下 微信里面说要么就是 你开始直播 我开始直播 在直播间里面把这个事情扯清楚 我也我也不为别的 我就只问吴之末 他跟着我怎么错了 怎么选错人了 难道我成小多人品有问题 还是骗了他感情 还是骗了他的人 还是骗了他的财 这个事情我要搞清楚 然后你先播 这个事情我也不想在直播间里面说的 那个太那个了 对我们有什么事 我们私下说也可以是吧 因为我们这些关系 你也知道我们俩什么关系 对吧 就有些事情 咱们没必要拿到直播间来说 对吧 那你先直播吧 咱们现下现象再沟通 好吧 不是家人们 我我我今天晚上我有说乌之末 我有说乌之末选错了人吗 家人们 家人们我有说过吗 我有说过乌之末选错了人吗 咱们这么多抠一 咱们这么多抠一的 咱们 咱们有一说一 咱们有说过 我有说过 乌之末选错了人吗 我我我我有些时候我不太想去讲啊 我跟小冬啊 跟乌之末之间的这些关系 嗯 很搓中复杂 嗯 很搓中复杂 但是我坚信的一个是什么 就是当当缘分尽了的时候 就 优雅退场 我是这么认为的 元起元昧 优雅的退场 我跟小冬以前关系 不一般 家人们 不一般 但是呢 我这个人不太愿意 也不太喜欢 去讲别人的这些 这些好话坏话 我不愿意去讲 所以元净元灭 元起元灭 优雅 退场 这是我一贯喜欢做的事情 后面 为什么我跟 是读平的 我 我记得我今天没说什么 家人们 没说什么 我没说什么 很多事情我 我都不愿意去讲 家人们 很多事情我都不愿意去讲 我刚 很好很好的朋友 以前 以前很好很好的朋友 他帮过我 我帮过他 后面因为某些事情 然后我们就没有联系了 我承认这段时间 很多人想把我置之死地 但是 但是 对吧 家人们 我们也在一起努力 对不对 这段时间很多人想尽一切办法 想让我停泊 想让我退网 我也没有去掺和别人的事情 对不对 很多人 啊 来 找麻烦 只是 只是说 包括今天中午有人提 我也是那么说的 我说 大家以前 很好很好的关系 大家以前是很好很好的关系 是吧 是吧 本来今天晚上我谈工作谈的挺顺利的 家人们 今天晚上我谈工作谈的挺顺利的 落魄 落魄了 关系就不要了 我这个人不喜欢给别人添麻烦 我跟小冬没联系的时候啊 家人们 我跟小冬没联系的时候 那个时候他还没落魄 正是他巅峰的时候 我退场了 他巅峰的时候 我退场了 明白吗 家人们 他那个时候直播间 五六万 六七万 七八万人的时候 我就退场了 那个时候我退场 后面我改了名字 是吧 你可以帮一下他 月月来了 陈小冬老婆 对啊 陈小冬老婆讲了我一年的坏话 但是呢 我我也没去讲他一个字 对吧 家人们 我这个人 就是说你们觉得我好 觉得我不好 你们看我怎么做事 我如果我做事 我做的好 哎 家人们 给我点个赞 如果说 家人们觉得我做事 做的 不好 对吧 你们来直播间 骂我两句 我还是能够虚心接受的 这个事情 我基本上 有一个 理性的判断 有人在搞鬼 这个事情啊 为什么 小冬来的恰恰是时候 啊 家人们 我跟你们讲 我很聪明的 家人们 我跟你们讲 我很聪明的 这个事情 我刚在脑子里面 转了一圈 又有人在给我下套了 家人们觉得我说的对不对 又有人在给我下套了 就是他有人干不掉我 要请帮手 就这么及时啊 就这么及时 我就说 我说乌兹末好 我们以前关系好 然后就就就就就 是吧 有人又在给我下套了 我我我突然间就一下子 我就懂了 一下子我就懂了 又有人在给我下套了 就是他先来直播间打啊 怎么怎么样 谁谁谁 怎么怎么样 谁谁谁 怎么怎么样 那我看到了 我一不小心 我就把它念出来了 好 这个时候他就已经在录屏了 录完屏 他啪发过去 你看那个谁在说你坏话 对不对 两边的战争 就挑起来了 是不是 家人们你们说是不是这个是这么回事 就是他先来直播间说 哎 谁谁谁谁谁谁 一直说 一直说 那公平就这么快 对吧 我看到了 我看到了 我就读了一下 他就把它录屏录下来了 来 跑那边去说 你看那个谁 在直播间说你坏话 然后 刚刚好 他就来了 我知道 我知道现在 那谁 我就不说出来了 他处于 处于跟我一样 低谷气 我觉得 我跟他没必要两个互相思 我觉得我跟他两个之间没必要互相思 解除 他 有没有 他处于低谷气了 他 他内心比较敏感 有些时候 大起大落 难免内心 难免内心有一些 失落 再加上这些黑粉 添油加醋 去带这样的节奏 哎呀 局早就不好了 你们会 你们猜猜 你们分析分析 会是谁在背后 搞这些动作 家人们 看看你们想着 跟我想着一不一样 家人们 你们 你们看看 你们想着 跟我想着一不一样 到底谁在做这个局 就非得 把我往死胡同里面 比吗 有些时候 有些时候我搞不明白 就非得 就我就剩个千 八百人了 还得往死里面整吗 我就剩这点人 给我的铁粉 唠唠嗑 每天开开心心 唠唠嗑 还得给我下下套 哎呀 我就说 怎么上午 上午有 有有这么多人 来提陈晓东 晚上又有人来提陈晓东 原来是这样 早就取关 陈晓东 哎呀 非得整那么多事儿 有些时候我也搞不明白 为什么非得整那么多事儿 家人们 为什么得整那么多事儿 就各自安好不停好的吗 现在非得又又给我下套 一个整不过 人俩 他们公司不行 派人来捣乱 我就这么点 那我下播了 家人们 不说了 不说了 下播了 下播了 咱们没点关注 点点关注 我回头跟晓东 我跟他有联系方式 我跟他有联系方式 然后 到时候我给他解释 咱没点关注 点点关注 回头我把结果告诉你们 家人们 没点关注 点点关注 我回头 我给他发消息 打电话 我给他解释解释 然后有什么话 到时候我在直播间 再给家人们汇报汇报 好不好 家人们 我也不知道今天晚上怎么会这样 今天中午就有人过来提 一直带这个节奏 今天中午就有人带节奏 没想到今天晚上又来带这个节奏 我没有想那么多 对吧 包括别人提这个提那个 我也没想那么多 是吧 家人们你们了解我 我没想那么多 你们给我点个关注 然后 我这边把事情的进展 我处理处理什么样了 不管处理的好不好 我到时候给家人们讲一讲 咱们没有进铁粉群的 进进铁粉群 没有进私群的 进进私群 你们 加群 我把这个处理的结果给家人们说一下 好不好 家人们 我先去跟小冬解释解释 好不好 家人们 我先去跟他解释解释 好好说 别急 好 行 家人们 咱没点关注 走上去咱们把关注点一点 好不好 家人们 我去跟他好好说说 说说 没事 没多大的事 啊 家人们 好好好 我先下了